潜艇除了核动力之外 目前AIP技术是常规潜艇的主要发展方向 瑞典曾经凭借着自家的AIP潜艇 在演习中轻松击沉了美军的里根号航母 导致各国海军有没有条件都要安装AIP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来上AIP 那么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么强 今天大兵给各位老铁详详 AIP潜艇究竟是强在哪里 近年来随着亚洲潜艇竞赛的开始 AIP这个词呢也被越来越多的军迷所熟知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和潜艇有关的词汇一样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过时且反常的名词 再加上自媒体的夸大其词 让很多人对AIP有很大的误区 首先AIP这个名字呢就有一定的误导 AIP是英文 Air Independent Proportion首字母的简写 翻译过来呢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 但实际上潜艇用的AIP技术提供的不仅仅是动力 还为潜艇上先进的系统提供所需的电量 以及艇园居住生活所用电 因此呢AIP更应该称之为Air Independent Power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功能 因此呢我们想要具体了解究竟什么是AIP 那先要了解一下在核动力诞生之前潜艇是怎样驱动的 由于潜艇在水下无法直接摄取氧气 所以在核动力潜艇诞生前呢 几乎所有的潜艇采用的都是电池蓄电驱动电机 在驱动螺旋桨前进 浮上水面或者前望进深度时呢 伸出进气口和排气口 驱动柴油发电机为电池蓄建 柴电潜艇也因此得名 但是由于柴油发电机需要氧气和废气口才能工作 电池也需要充电时间 所以大幅度的限制了潜艇水下续航的能力 大多数柴电潜艇更像是可以下潜的鱼雷艇 只在攻击和逃避攻击时呢 才会潜入水下 这也导致柴电潜艇在战场上使用时非常容易暴露位置 一旦被敌方反潜武器锁定 将很难下潜至安全深度 比如说在二战中 德国海军的U型柴电潜艇 虽然在大西洋击沉了34艘盟军的舰船 但是德军自己却损失了41艘潜艇 因此各国海军明显认识到 常规柴电潜艇在远洋航行时的缺陷 便开始大力发展以核燃料为动力的核潜艇 虽然说核潜艇能够依靠单次的核燃料 进行长达数年的水下静态航行 隐蔽攻击能力极高 但是核潜艇的建设费用和后期维护费用 也非一般的发展型海军国家能够承受的 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 延长柴电潜艇水下续航能力 就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以瑞典为代表的第二梯队海军国家 曾经提出过A11方案 在潜艇后部底舱放满了电池 让柴电潜艇的水下航行周期延长到三周以上 不过瑞典的这一方案在当时并没有被通过 因为一味的堆电池给潜艇增加很大的自重不说 还增加了危险系数 尤其是漏电引发的火灾 但是A11的方案最终还是打开了他们的研发思路 毕竟之前的柴电潜艇需要空气推进 新方案的主动力源是燃料电池系统 而非传统的柴电动力系统 因此这个方案也得名AIP 而瑞典的研发团队在首个方案被拒了之后 迅速展开了拟定优化方案 当时他们结合同时期太空竞赛自带氧化剂的设计 解决了柴油需要氧化剂的问题 同时采用了斯特林发动机的闭环设计 诞生了A11C方案 虽说A11C最终又被拒了 但是以此设计为基础的哥特兰级潜艇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批量服役的AIP潜艇 由于在水下可以不需要启动电池功能 哥特兰级在水下能够维持数周的航行 大兵之前有专门做过一期 瑞典最新服役的A19型哥特兰级潜艇 感兴趣的老铁可以了解一下 目前现代的AIP潜艇 大多数采用的依旧是类似特林发动机的设计 用来延长潜艇水下续航的时间 以及水下短时间的爆发提速 不过斯特林级发动机并非完全没有弊端 相比较传统的电机和核动力的蒸汽涡轮 斯特林发动机内部复杂的机械传动结构 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和噪音 但是噪音又是潜艇的致命弱点 因此一般AIP潜艇使用的斯特林发动机 要装在特殊设置的隔音缓冲舱室内 另一个不太明显的缺点是 斯特林发动机依赖燃料和氧气的燃烧 而氧气作为气体 随着潜艇前身的增加 会逐渐压缩体积 导致无法充足燃烧 根据大兵查到的资料 斯特林发动机最佳工作气压在20把 也就是潜艇前身超过200米时 这款发动机就无法有效工作 除非有额外的加压装置 不然废气无法排除潜艇 而这也是额外的噪音源和能耗 并且装备斯特林发动机 对柴油质量要求比较高 必须装备可以安全使用的无流柴油 如果柴油的质量出现问题 很有可能造成整个发动机系统的瘫痪 甚至被敌方海陆反潜机发现 因此AIP家族中还有另外一种设计 就是以德国和意大利为首 开创的电池类AIP舰艇 而燃料电池理解起来也非常简单 通过含氢燃料和液氧产生电能 直接为电池或者电机供电 并且燃料电池排出的废弃物只有水 可以排出艇外 也可以艇员自用 非常环保 以现在常见的新能源汽车作为例子 两者从技术角度来看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的动力结构都是传统的机械 不同之处在于 AIP潜艇是基于柴电动力 新能源汽车则是基于油气动力 其次两者都采用清洁能源的燃料电池 作为主动力源 产生的废弃物也是以水为主 当然了 在续航能力上 由于汽车和潜艇的体型 根本没有办法比 所以两者的最大续航时间 会相差两倍以上 但是按照同比例大小的耗能水平来看 潜艇和新能源汽车的续航时间 其实是差不多的 值得一提的是 燃料电池系统具有运转噪声低 能量转化率高的优点 而这种优势可以大幅提高 潜艇的战时隐蔽攻击的能力 达到跨洋的水下机动作战的目的 并且 即使这种AIP潜艇的下潜位置 不在安全深度 整个潜艇发出的工作声音也非常小 不会被敌方声纳以及其他海面监测系统感应 不过 氢燃料可不是一个容易储存的东西 在密闭的潜艇内放置的危险性比电池还高 但也不是不能解决 以德国的212型潜艇为例 他们采用的解决方案的是混合壳体设计 氢氧被分开储存 在后部耐压壳体上方和下方 以壳体隔开避免接触 一旦发生爆炸 用来承受水压的耐压壳 可以充当保护成员的装置 不过 混合壳体的设计虽然保证了安全 却增加了建造难度和建造成本 例如 德国在出口给以色列的214型 和后续的海豚2型潜艇上 又回归了单壳体建造 导致整个亭体大幅度拉长 氢氧储存装置也都放到了耐压壳体内部 而牺牲安全换来的额外空间 让海豚2型有着很长的水下续航时间 航行周期达到了90天的时间 以每小时14.8公里的航速 最多可以行驶14800多公里 并且还可以发射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 因此海豚2型潜艇也被普遍认为 是以色列的海基核反击力量 整体来说 采用燃料电池的AIP潜艇 与斯特林发动机相比 由于几乎没有移动部件 所以噪音非常低 这个水平甚至是低于核动力潜艇的涡轮机 而省区的降噪装置 可以很大程度上简化潜艇内部的布置 纯化学反应自然也没了前身的限制 让AIP潜艇不再拘泥于前海地区 但是燃料电池呢 在材料技术方面要求比较高 而且造价不菲 这也导致早期燃料电池的AIP潜艇 只有德国 意大利愿意采用的原因 不过随着化学技术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AIP潜艇都开始使用燃料电池了 例如西班牙 韩国 印度等后企之秀 也都倾向于购买或者自行生产燃料电池AIP潜艇 AIP潜艇除去采用斯特林发动机和燃料电池系统以外呢 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粗暴的分支 那就是将常规动力潜艇使用的千酸电池 换成锂离子电池 而这么干的呢就是日本 日本的苍龙级是标准的斯特林级AIP潜艇 但是从第11艘SS511开始 苍龙级潜艇呢 日本就准备使用锂离子电池 用于替换千酸电池 也就是说 日本这艘水下排水量4200吨的潜艇 用的电池和手机笔记本的电脑是一样的 至于日本这么做的原因呢 是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对比千酸电池要高出很多倍 也就是同等质量和体积下呢 锂离子电池储存的电能要远高于千酸电池 并且充电速度也比千酸电池快 而安装到潜艇上 就意味着在不启动斯特林发动机下呢 苍龙级能大幅度提升续航能力 减少水面充电时间 对于整个挺身中部底舱 都是电池的苍龙级来说呢 换装锂离子电池的提升 那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日本就有了 移除斯特林发动机 用节省下来的空间 放置更多的电池 从而进一步提升潜艇的续航能力 但是有意思的是 目前苍龙级S511并没有拆除斯特林发动机 因为目前的锂离子电池可靠性不是很高 很容易发生起火爆炸 例如一些手机就会因为电池的质量问题 发生爆炸等问题 总的来说呢 不管哪种 AIP潜艇 目前很多媒体都喜欢称其为准核潜艇 但是其实这个准呢 实际上是非常不准确的 以现在哪怕是未来的技术 上面提到的三种 AIP在功率上 都是没有办法和核动力潜艇相比的 例如瑞典最新的V4275R斯特林发动机 每台能提供100千瓦的动力 四台总计400千瓦 德国的212型潜艇 有9个50千瓦燃料电池功能 总计是450千瓦 而同时期美国海狼级核动力潜艇 S6W反应堆的功率为26.1兆瓦 有着接近60倍的差距 哪怕苍龙级启动电池功能 最多呢也只能提供约6兆瓦功率 还不到核动力的四分之一 这个差距直接导致了核动力潜艇排水量更大 水下航速每小时46.3公里 急速高达每小时64公里 甚至还能更快 反观 AIP潜艇 哪怕动用电池 水下也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水平 那就更别提维持类似的航速了 因此 AIP潜艇也没有办法长时间部署完成 诸如跨越大洋或者冰盖下巡航的任务 更意味着 AIP潜艇航速过慢 无法跟随现代水面作战舰艇战斗群 进行跨越大洋的作战 至少以现代战术来讲 深海远洋作战还是核动力潜艇的天下 看到这里老铁可能要发出疑问了 既然 AIP潜艇不好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购买研发 AIP潜艇呢 这是因为相对于造价昂贵 而且还涉及政治问题的核动力潜艇 省去核反应堆和反应堆辐射防护装置的 AIP潜艇 在造价上更便宜 体型也更小 适合在潜海地区作战 以及执行近海特种任务 从这张图片就能明显看出 左边核动力潜艇体积 要比右边常规动力潜艇是大了很多 再加上 无论多先进的核潜艇 都要吸入海水为蒸汽轮机的蒸汽降温 并且核反应堆 不是电池说开就开 说关就关的 因此核动力潜艇 不管是否自在移动 都需要不断地吸入海水降温 也就会一直产生噪音 相比之下呢 采用燃料电池的AIP潜艇 尽管没有核动力潜艇跑得快 但停止前进时 可以完全关闭几乎所有产生噪音的装置 使得潜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消失 这也是AIP潜艇 适合前海作战的另外一个原因 而从前海地区复杂的升温环境来讲 AIP潜艇也更适合完成伏击任务 所以AIP潜艇完成了从水中战士 向水中狙击手的转变 例如瑞典正在研制的A26型戈特兰机潜艇 在瑞典军方的宣传中呢 就着重强调了A26 在波罗的海等前海地区的优势 能停在海床上执行特种任务 这里大兵呢不得不提一下 AIP潜艇之所以被各国所追捧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瑞典 因为在2000年11月的北约演习中 瑞典的一艘哥特兰籍潜艇 成功击败了美国火箭号核潜艇之后呢 美国海军就对哥特兰籍潜艇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再加上潜在对手国家的常规动力潜艇 在数量和性能上越来越强 因此在2004年10月 美国和瑞典签署了租借潜艇的协议 租期呢为2005年3月到2006年3月 用于反潜作战演习和训练 模拟对手国的潜艇 可能是瑞典的哥特兰籍潜艇 太过于优秀 在2006年美国又提出将租期延长一年 到2007年7月回归瑞典海军 而有关哥特兰籍潜艇 多次突破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案例呢 就发生在租期之内 根据了解 当时美国租借哥特兰籍潜艇的本意 就是为了模拟演练对抗常规潜艇 因此瑞典的哥特兰籍 被连人带艇地租借到了美国后 美国海军曾经组织了多次模拟演练 在演练中呢 瑞典的哥特兰籍潜艇 成功突破了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在攻击型核潜艇 航空反潜体系 以及护航舰队舰艇三层反潜拦截之下呢 悄无声息地潜入到了里根号附近 升起了前望镜对其进行拍照 完成了对航母的模拟攻击 正是由于哥特兰籍潜艇 在演习中的突出表现 美国在2006年 是将租期延长了一年 虽然我们从时间轴上来看呢 有关潜艇AIP技术发展 最先取得突破的是 德国的212型潜艇 但是瑞典在该领域发展的并不慢 其哥特兰籍潜艇 也是世界上第一批AIP潜艇之一 和德国的AIP潜艇 普遍采用燃料电池技术不同的是 瑞典比较青睐 斯特林发动机系统 从哥特兰籍开始 到后续的型号改装 乃至最新一代的A26型 都是沿用了斯特林发动机系统 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斯特林发动机系统 运转平稳 震动小 安全可靠这些优点 而这款动力系统 整机无故障工作时间 能够轻松超过5000小时 同时还具有很不错的 环境适应能力 对于瑞典独特的地理环境 还是非常适合的 而对于拥有大量 潜海的亚太地区国家来说 AIP潜艇在潜海地区的优势 那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这些国家 都开始在AIP潜艇竞赛上 加大了研发力度 突破材料技术的限制 进一步降低研发成本 其中最为明显的要素 燃料电池AIP潜艇了 虽然AIP不能像核动力潜艇那样 完成保护国家的战略巡航 但是它自带的隐蔽性优势 则成了在不对等对抗时的 最佳选择 这一点就足以改变 地区性的军事威胁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武器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